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员一直认为今年内不会降息 根据这个会议记录显示 官员虽然乐见通膨幅度减缓 但是希望能够有更多进展 至于不降息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决策官员担忧 如果市场解读有误 造成股市大涨会更难抑制通膨 所以今年之内还不会降息 但是消息一出之后 美股先吐回开盘涨幅 但是抵挡买盘涌现 四大指数还是收红 另外明尼亚波利斯连准营总裁预估 利率可能会升到95.4% 显现今年国际的经济趋势 还是相对疲弱 通膨居高不下恒大原因 就是因为战争引起的 而目前最新的战况也带您来看 俄国大本营被乌军发动齐袭之后 位在卢干斯克的弹药库又遭到炸毁 俄军陷入苦战 帅气指着镜头 背后就是海马斯火箭发射 乌克兰国防部最新宣传片 喊话要俄军投诚 果然2023前三天就对俄军发动密集攻势 最新这一起瞄准卢干斯克的弹药库 无人机先侦查 确认目标后晚上投弹 弹药库瞬间大爆炸 燃起熊熊烈焰 而另外跨年夜俄军大本营遭袭 官方最新死亡数次上修 开战以来最惨重伤亡 俄罗斯举办哀悼活动 韩剑公布死伤或许因为消息在国内 只保不住火 而正是一位最伤害是一位 外星人的名字 那是一位 很前几天 正是一位 新的一年刚开始连连失利 俄罗斯周二展开报复 法国TF1记者连线到一半 后方大爆炸 镜头摇晃断讯 室内主持人和来宾当场吓傻 这里是对内刺客城镇德鲁日吉福卡 俄军声称 虽毁至少两套海马斯多管火箭 就算俄罗斯搬出伊斯坎的飞弹狂炸 地面作战还是毫无进展 大喊缺弹药的不是乌军 而是俄罗斯瓦格纳佣兵团 在这段影片中 瓦格纳创办人普京盟友普里格金 亲自解释俄军为什么公布下巴赫木特 连俄罗斯自己都承认打不赢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趁这个机会 和盟友讨军员 最新一波军员包括英国上千枚防空飞弹 斯洛维尼亚也送上救护车和军备 而最挺乌克兰的美国 更从去年就派4000美军进驻罗马尼亚东南部 并在边境举行军演 纽约时报分析 罗马尼亚是离乌克兰最近的北约成员国 火箭弹7分钟就能射到克里米亚 可以看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惨痛经验后 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不直接参战 而是近距离驻军 达到嚇阻俄罗斯的效果 地域别新闻中文报道 不过俄国也可以说是动作频频 官方2018年宣布成功研发出 构石极硬素飞弹 第一艘搭载构石飞弹的军舰正式服役 再次发射飞弹来展现火力 这艘巡异舰名叫伊尔什科夫海军援帅号 从靠近芬兰跟挪威的俄国海港 北莫尔斯克出发 在海上发射飞弹 而普钦表示这颗飞弹速度可达9马克 这艘巡异舰也首度配备极硬素飞弹武器 并且即将展开航行 未来会前往大西洋 运渡洋 还有地中海 就是要显现尽管在战争中俄军受挫 还是可以对西方国家大秀肌肉 不过也因为乌俄战争加深美中俄三国的军事角力 特别是针对像极硬素飞弹这种尖端军武 可是随着战争持续消耗下去 最终三方可能会逐渐失衡 美军B-52H轰炸机 12月9号在南加州外海 成功试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 最新研发的AGM-138A空射快反武器 这款空射仅硬素飞弹 就由空中飞行器的初速加成 最高射速达到20马赫 采用全程滑翔技术 最大射程1600公里 美国以新锐武器的问世 替2023年霸权战略打开全新局面 那目前从这个科技来看的话 似乎他们正在进行这种 更高阶的这种武器竞赛 就是这三个强国 中美俄 那当然目前这个阶段是 中俄之间的已经把这些 先进的这些武器都已经是 部署在他们部队上 随时都可以使用 那美国呢 目前在这个阶段是稍微落后 俄国早在2022年3月 就将匕首极英素飞弹 投入实战验证 美国却在同年年底 才试射成功 虽然单一武器 无法全面扭转战局 但锦英素飞弹 俨然已成为战略吓阻的 代表性工具之一 也让美中俄三国 在这个项目积极进逐 过去美国受限于 中程飞弹条约的限制 在攻击型飞弹的发展上 普遍被认为落后于中俄两国 然而呢 美国强大的军工产业量体 以及经济实力 再加上他们的军事科技基础 一旦要激起直追 要达到世界第一 也完全不是问题 那现在美国遇到的最大难题 就是深陷乌俄战争的泥闹 一方面要发展武器 对抗陆权大国俄罗斯 另一方面又要分散重心 应对海空军强大的中共 整体资源配置无法集中 难以全力发展 特定领域上目 现在美国内部 已经慢慢有不同声音 因为这个投入战场 虽然不是美国在打 他只是间接的加入 但是呢 这些都是劳民伤财 美国要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武器的资源 还有这个财政的资源 当然中国大陆目前 在这个先进武器上面 积极研发 他并没有射入什么战场 他现在看起来呢 比较能够全力去准备 台海的这种新的情况 德国战争可能长期化 那长期化呢 对于美国来讲呢 可能未必是件好事 因为他可能就会 耗尽他的武器的库存 以及就是所谓的预算排挤 他可能就无法完全 针对中国的海空军 来发展针对性的武器 毕竟预算可能有限 那就可能让中国反而有一个 这发展的袭击 所以其实俄乌战争的发展 是否长期化 对于整个美中的亚太战略 反而有很大的影响 但显而易见 美国的战略重心 已转往全力对抗中共 目前开始加强武装 第一岛链国家 包含中华民国 日本以及菲律宾 并且发展长射程武器 加强战略吓阻 可以遇见的是 在2023年美中包含军事 在内的全领域对抗 将会持续升温 整个亚洲美中对抗的趋势来说 因为他们两国毕竟隔着太平洋 所以事实上 这两国的武器射程越远的 将来一定会越重要 所以美中一定会尽力发展 这种长射程的武器 来从越远的方向发动攻击 以2023年来说 美中之间我认为 在安全议题上面 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况 可能会更为的频繁跟剧烈 美国虽然透过了NDAA 还有它的财政法案 试图强化台湾方面的 一个国防的实力 但是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除了军事的准备之外 我们也要注意到 在政治上面 有没有能够让我们进一步避战的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乌尔战争陷入僵局 世界战略焦点将转入台海 台湾位处风暴中心 亦需积极降温 规避风险 TVBS新闻立委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要求 成倍增加核弹强化军备之后 美方就认为 中共可能会提前退役200架 兼轰7战机来援助北韩 作为抗衡美国在日韩部署的战力 北韩飞豹的兼轰7战机 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 一款现役作战机种 也是解放军史上第一款自行设计 研制的多用途战斗轰炸机 低空突防精准打击 正是飞豹这款兼轰炸机设计之初 瞄准的最主要指标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服役至今 凭借这种出色的低空超低空突防能力 飞豹一直活跃在空中进攻的最前沿 你要有大量的武器 精确制保的武器 你才有办法压住敌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飞机数量 它们都是一型飞机 大概两三百架三四百架 那这个凑成它整个这样的空军的数量 所以它现在的空军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代战机 像这个监控器 监气甚至还有一部分还在服务 但即便如此 飞豹装备数量多 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依然是人民空军与海军航空兵 实施战术突击 对地对海打击的历任 即便是现役的主力战机之一 不过根据美国一家防务媒体报道 解放军有意让飞豹提前退役 除了有潜在买家埃及之外 北京当局在军改之后 多款新式战机入列 也是监控器可能退场的因素之一 当早期的这个 这个遏制的苏二期已经退役了 但它的自己这个仿制的这些 歼11A改良之后 还继续在服务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苏三十 也回场升级修改后再服务 然后他们现在自己最新的是 这个歼16 那个人也慢慢的数量在增加 因为歼16它是一种多功能战机 应该是理论上是用来取代 尖红7A飞机 作为一款多功能复合作战机型 不仅具备对空对地的作战能力 同时还拥有随对电子干扰能力 配合不同武器挂载 能够完成对敌面状目标 进行大规模火力覆盖的轰炸任务 尖红7A飞机对空军航空兵的意义 还在于使其具有了 前所未有的跨兵种作战能力 因此它仍然还是我们空军航空兵 可信赖的主力战术攻击机之一 尽管解放军飞官普遍对 这型战机有不错的评价 但是美国防务媒体对 尖红7提前退役的说法也言之作作 甚至暗示北京当局 有意将这批战机移交给北韩 作为美中博弈的筹码 that the DPRK 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is threat Our trilateral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has been complemented by enhance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cluding naval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rills 和空手術的反应 DPRK的试试 包括飞行的冲突 那是恐怖的冲突 当然,在政治上 更有一些平衡的意涵 就是告诉美国说 你会提供给台湾武器 当然,北韩是我的保护国 我也同样的也可以提供武器 同样的让你会觉得 陶军伴导这边的情势 也会因为我提供武器 而且全身再度升高 中国有能力 北韩的力量 我们希望中国会继续 在这方面的角度行动 中国的最好的努力 会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在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金正恩声称要成倍增加核弹之后 现在又通过军方第二号人物 普正天的人事罢免案 北韩的军事动态再度受到关注 尤其部分西方军武专家解读 兼弘期也有挂载核弹的能力 使得北京有意提前退役 兼弘期又以军援北韩的传闻 增加了几分悬疑感 伪决多变的朝鲜半岛情势 伴随着美中两强的政治博弈 再度让东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 飘出一丝丝不安的严肖位 TV夜新闻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 两岸危机不只是台面上 现在国军爆发共谍案 一名空军退役的上校 十年前到大陆经商 被对岸吸收之后 回台刺探军机 而且一共有六名先议军官 涉嫌加入秘密组织 高雄高分院的白板上 一共写了四个人 暗游都是因为设犯国安法 遭生压获准 这几个人来头可不小 一位是退役空军上校 其他三位则是现役空军及海军军官 检调调查 刘信空军上校 2013年退伍后转往大陆经商 却被中共以招待旅游 饮宴的方式吸收 由于刚退伍不久 返台后利用军中人脉渗透国军 至少有六名 现役的空军及海军被拉拢 刘信上校还开空壳公司 掩饰非法收入 一边收中共二十万到七十万的酬优 只要军官提供国军相关勤资 就给三万到十万元的报酬 秘密组织已经运作长达八年 空军退役刘信上校 涉嫌违反国安法 是由官兵主动检举调查 经过长期的监控跟搜证以后 通报国安单位共同侦办 国防部紧急发表声明 坦言是自己人发现主动检举 高雄高分检长期搜证后 三号发动搜索 到刘信上校的住处 还有空军及海军营区搜索 带回涉案的七人 那么目前全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国防部会配合检方调查 同时持续的严密各项安全管控机制 检方证讯后认为退役的 刘信上校 现役孙姓中校 刘信少校和公姓少校 有串供灭证之余遭到收押 其他三名少校则是以十万到二十万元交保 不排除还有其他军官涉案 扩大侦办中 TVBS新闻林一帮孙家娟高雄报导 亚太地区真的不平静 北韩新的一年再度试射飞弹 最近还可能会举办大阅兵 但是南韩总统尹席月先前透露 美韩正在研议共同举行核演习 却被拜登亲自打脸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风光走下台阶 最近体态又逐渐发福的他 大阵仗视察飞弹部队 以行动明示北韩军力不容小觑 2023年一开始金正恩果然继续受弹挑衅 面对北韩核武威胁日益上升 南韩总统尹席月向朝鲜日报透露 震撼华府商议举行核武演习 没想到报道一出却遭拜登直接否认 包含白宫发言人也得二度澄清 强调美韩两国只讨论如何应对核武危机 而非准备核演习 因为南韩实际上非永和国技术上无法核演习 只是这次事件还是让人想起去年9月 尹席月私下辱骂美国议员 如今又在应对北韩话题上显得没默契 难免引起讨论 至于外界关注的北韩话题 还有这件事 北韩人民军仅次于金正恩的一号人物 劳动党中央委员副委员长蒲正天 确定遭免职 但继任者反而是2016年一度传除被处决的 李永吉 这也显示独裁者世界金正恩一人说了算 过去的当红炸子机随时可能被打入了沟 和北韩一样把美国当头号敌人的中国大陆 最近也动作频频 除了三不五时公布战机演习片 日前还对美国军机做出危险举动 去年12月21号一架解放军战机在南海上空 逼近美国侦察机大约六公尺 美国还气到发声明谴责 不过大陆方面坚持不认错 还说是美国军机刻意抵进侦察 美方蓄意误导舆论 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 妄图混淆国际视听 就在南海紧张之际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带着第一夫人 展开任内首次访中行 阿迪达后率先与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举行双边会谈 之后也安排会见李克强还有习近平 希望加强中非经贸合作 中非两国预计签署十到十四项 涵盖农业再生能源基础建设的相关协议 至于南海争端 专家认为两国间恐怕不会有重大突破 不过小马可氏也不愿走回前总统杜特地 亲中原美的路线 相反的他开始拿捏在两大国之间取得平衡 亚太地区成为大国角力战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预计在下周五前往美国与拜登会晤 预计朝鲜半岛台海问题还有南海局势都是讨论焦点 特别新闻 综合报道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带您关心大陆疫情依旧非常严峻 特别是长者身体虚弱 染疫之后很容易导致重症 目前在上海居然还发生为了让老人家打点滴 医院爆发了冲突场面 那专家目前又怎么说 我们邀请北京特派记者向如来说明 目前上海有七成的人口确诊 以上海常驻人口来换算大约是1750万人 法新社的记者他就走访了上海的两家医院 看到了急诊病房人满为患 大多都是老年人 他们躺在公共空间的单架床上 许多人是裹着毛毯 大衣和毛线帽 身上还接着静脉点滴或者是心电突击 或者是氧气瓶可以看得出来呼吸困难 疫情到爆发让大陆不完善的医疗系统 以及负荷过重的殡仪馆火葬场 在这一波疫情当中都难以承受 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城市危机也十分严重 我们以上海瑞金医院的急诊室为例 瑞金医院副院长就说了 这几天急诊的人数翻倍 平常一天平均是800人次 这是指急诊室 现在是达到了1600人次 医院扩大了急诊容量 从原来的四个诊间扩大到了八个诊间 还抽掉了其他科室的医务人员 尤其是急诊抢救室增加了很多人手 他们把感染肺科大楼全部都腾空 收治新冠患者 其中有重症监护室 次重症病房和普通病房 总共分三类 目前每天收治的患者达到了80位左右 最多就是100多位 由于医疗量能激增 相关的专业医护人员的数量就变得明显缺乏 加上很多的医护人员自己本身也感染需要休息 所以更显得人员紧缺 上海瑞金医院的这位副院长之前就提出了建议 那就是从基层左手 社区医院的医生可以及时为患者分类诊断 提早治疗降低重症率 而有一些社区卫生中心除了抗病毒药 还可以对症处理 包括了氧气 包括了抗生素的使用 防止高危患者进展为重症 借此来降低二三级医院的压力 而大陆的医学专家就指出了 大陆的第二波疫情高峰可能会落在五六月份 依据上海周边的城市以及地区来评估 第二波的疫情规模将小于现在 也就是现在的25%到50%左右 而目前很多的确诊过的大陆民众 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二次感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瑞金医院的教授就说了 不至于三个月就被感染一次 但半年被重复感染是有可能的 因此必须要接种疫苗 以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还有就是要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疫情对长者带来生命威胁 同时也更年轻了压力 在河南有民众就不满 被禁止燃放鞭炮 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怎么回事再交给向如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河南的陆毅县 网上流传的影片就显示了跨年当天 年轻的群众疑似不满官方禁止燃放烟火爆竹 和警方发生了严重冲突 河南陆毅县的县民 他们包围的停在路边的警车 吆喝不断 同时边燃放烟火边踩上了警车 并且和警方发生了推挤和肢体冲突 也有年轻人砸了警车 把警车的挡风玻璃都给砸碎了 最后整辆警车被群众掀起 事后当地警方已经将六人抓捕到案 其实大陆各个省市 大约在2018年陆续限制了民众燃放烟火和爆竹 原因是考量环保和安全 而民众这次借着庆祝新的一年到来释放烟火 借此释放压抑的情绪 却和官方的政策相违背 导致冲突的发生 其实近几天 河南的泰康 河南的郑州 许昌 以及山东 河北都出现了零星的类似冲突 民众不顾禁令燃放烟火 网络上还有影片就显示了 一些民众边开着轿车 或是边骑着车边燃放烟火 而警车就在后面追逐 于是推特上面就有网友发表自己的意见 认为白纸运动打开了年轻人内心的勇气和觉悟 明白了只有自己去呼喊才有可能改变政策 另外就是三年来大陆的经济不振 加上高失业率 不满的情绪无处宣泄 社会矛盾更加激烈 而谈到了大陆的失业率 现在公职是许多大陆年轻求职者的首选 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 大陆报考公职的竞争很激烈 他们形容的是宛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怎么说呢 260万人要竞争3.7万个职位 然而在众多人纷纷盼望挤进公职宰门的同时 疫情以及更加严格的审查机制 使得原本就一成不变的工作变得更枯燥了 不少的年轻公务员他们想要离职 想要逃出国 有一名在北京市政府任职6年的一名流姓民众 他在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就说了 被卷入了清零运动以后 他和部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 病例增加的时候 他们就被要求每周一次在PCR的检测点做志工 维持队伍的秩序 而做这些事情让他觉得很烦 为什么 因为大陆僵硬的政策导致公务员必须要执行错综复杂的规则 一线的工作者就变成了出气筒和减压法 除此之外 纽约时报的中文网还报道 大陆的公务员还有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任务 例如什么 例如你要学习党史 你要宣传部门组织的意识形态课要上 还有反腐部门的法际辅导 这些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就越来越重要 另外还有一名负责影视工作审查工作的私信公务员 他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时候 报道就说了 这一名年轻的公务员被要求要审查100个小时的影片 确保没有任何遗漏 但是就算他用双倍速去观看影片 也无法应对这样的工作量 而且工作中他经常感到很矛盾 因为很多事情他不觉得反感 但是却属于审查制度的范畴 而且现在审查的范围越来越严格 范围也越来越大 例如有跟同志 有关于文身 或者是传达躺平价值观的影片 都是禁忌 而在犯罪题材的电影中 必须要确认 这个罪犯最终是不是有受到的惩罚 才能够过关 纽约时报的中文网采访的这一位年轻公务员就坦言 在政府中 有一些人对世界的真实情况视而不见 这一点令他非常的难受 导致他考虑要辞职出国留学去 好 谢谢尚如 接着带您掌握东南亚的动态 根据泰国世界日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市抵达北京 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昨天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双方谈到南海主权争议 期望达到汇集两国的解决方法 另外新冠病毒肆虐三年 泰国专家医师总结15点经验跟教训 但是有七成泰国国民基本上都已经扬过 计算统计感染者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形 还有新加坡经济成长放缓 官方公布初步数据表示 去年新国经济成长为3.8% 低于2021年的7.6% 预估新加坡2023年经济成长为0.5%到2.5% 还有航行在曼谷帕敦工卡圣运河的电动客船 已经停止好几个月了 引发通勤民众的不满 可是市长最新回应指出 因为载客量太低不符合营运成本 所以恢复这项服务的机会不高 最后泰国看好大米牧鼠油棕生产跟出口情势 但是产量远超过国内需求 出口价格也受制于全球市场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追踪第一线目前在线上的是 TVBS国际新闻评论员余文琦 文琦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文琦要给你请教 白宫认识日本首相将在13号访问华府 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 日本首相这次出访的用意是什么 台海问题有可能会被列入讨论项目吗 把时间交给你 白宫已经发言说 美日的领导人将在1月13号在白宫见面 会晤的内容即将包括了北韩乌尔战争 以及台海局势 那日本今年也是G7的主办国 5月份的高峰会将在广岛举办 拜登也将出席 那这一次其实岸田文雄是出访G7 7个国家来拜会各个领袖的 那岸田文雄在12月的时候就宣布了 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大的军事预算高达了3200亿美金 日本将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 国防预算最大的第三国 那日本近年来日益强调国防的举动 一反了以往担心军国主义高涨的国情 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宪法中自动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力 也说明了台海情势的紧张 以及沃战争对日本的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日本一向是美国在东亚 最重要也最依赖的盟友 那日本的国防能力增强呢 对美国是只有好处的 当然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介入了 日本到底会不会介入 目前也是日本国内探讨的话题 根据目前的岸田文雄政府呢 如果日本不介入将会损害到美日的军事同盟 也是暗指了日本也必须要介入 那日本的确是除了美国之外呢 在台海冲突下最有可能第一个军事介入的国家 因此日本的防御增强 对地区的安全性和恫吓也特显重要 另一方面 美国国会现在也面临窘境 共和党众院议长人选呼声最高的麦卡锡 遭到党内极右派势力杯葛 六度闯关都失利 要请教这显示共和党陷入分裂吗 对议会的运作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呢 再把时间交给文琪 这的确是历史上第一次看到的 麦卡锡今天在六轮的投票之后呢 还是没有当选众议院的议长 到今天议会结束前 就一个多小时结束前呢 都还是没有下文 主要是因为需要218票的他呢 在共和党议员有221票里面 只得到202票 其中呢 20票超右派的共和党议员 怎么样就是不愿意投票给麦卡锡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那到底这20位共和党议员 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在投票前就已经得到麦卡锡 做出的一些程序性的退让 包括说让议长下台要更容易 但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要求 譬如说边境要做围墙 众议院的国会议员要有限制任期 减税方案以及肉桶法案的改革等等 但到目前为止呢 即使麦卡锡做出更多的退让 可能都很难说服这些共和党人 即使川普都已经出来喊话 要大家支持麦卡锡 还是没有用哦 那其他有可能的人选 包括了目前麦卡锡的副手 Scott Lees 还有Jim Jordan 还有目前有出现的黑马 是一位非一的美人 Byron Donalds 他得到了这20位超右派的支持 但川普也公开说了 Donalds还太年轻 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 那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分裂呢 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程序 这个分歧严重的地步 但也显示了许多国会里面改革的必须性 我们知道国会殿堂里面非常多的程序是不够公开化 导致各种利益复杂 所以这些超右派的议员他们的要求呢 其实也是许多选民渴望看到的 那接下来到底会如何发展呢 有媒体说麦卡锡必须要向民主党求救 否则呢 议长的宝座可能就永远都得不到 但有212票的民主党呢 有可能拉拢共和党而得到议长的宝座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会破天荒 那这的确是在美国的民主历史上写下新的一页 美国国务院还特别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民主的宪政是运作正常 以免国际社会担忧 好 所以会如何发展下去 大家也非常关注 谢谢文琦带给我们来自美国 还有日本最新的消息 感谢您 谢谢 最新消息来关心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三发表内政演说 提到今年的施政重点 包含通膨 膨胀率减半 促进经济成长等五大承诺 苏纳克强调降低生活成本 并且为人们提供财务保障是优先事项 除此之外 减少国家债务 解决移民问题和改善医疗服务 也是今年的重要目标 不过由于保守党在民调中 落后工党超过20个百分点 苏纳克也面临庞大压力 承诺政府将重建民众对政治的信心 而这星期 工党党魁斯塔摩也将发表演说 阐述政策愿景 两大党魁先后发表重大谈话 也被外界认为 下届的国会大选角力已经展开 还有接着来看的是 是美国消费电子展CS 晶能亮点 包含像是在电动车 自驾AI的智慧系统 还有包含医疗科技等等 2023年全美最大的消费电子展 今年就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办 去年因为疫情 所以参展的厂商大幅的减少 不过今年有超过了3000家的厂商 来这里设摊位 今年有什么样的最新科技 我们也会带你来瞧瞧 可以听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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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嘴巴照上的穿戴是蓝牙麦克风 不管怎么喊完全隔绝 玩game怎么嗨都不怕吵 还有这款VR眼镜 重量只有250克 不只轻巧 可对应单眼达2560 乘以2560的视觉解析度 一系列穿戴装置 是知名智商子公司 将概念产品化打进元宇宙市场 除了穿戴装置紧细Metaverse议题 运动科技也要AI化 AI科技也是这次展览的最大重点之一 像我现在在骑乘这台脚踏车 不要看它只是一般的健身而已 它的热感应可以侦测到你的呼吸频率 还有你的体温 另外还有镜头可以抓到你的姿势 最厉害的是它还有互动教练 如果姿势不对的话 马上就会跑出来提醒你 专属互动单车教练在室内 就能调整正确运动方式 这现象同时结合AI运算 侦测呼吸频率和体温 一旁镜头可以捕捉使用者姿势 随时修正 工业院同时在这一次CES展出元宇宙科技 看似一般上衣 穿上去假设远端拳击训练被打一拳 身体真的能感受到痛感 今年CES围棋四天展期 除了各大厂商秀科技肌肉 展区外交通也很有看头 纳斯维加斯会议中心 在去年开通了这个新的隧道 地下隧道是马斯克的无聊公司所开通的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 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占地太广 那么与会的人可以不必从南面走到西面 只要搭车就可以了 电动车和自驾科技是今年CES一大重点 从汽车 卡车 皮卡 游艇 农具到飞行器都有纯电动版本 新增的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西侧 全是电动运输相关 台湾时间5号 CES正式开展 各厂商接力提出对未来的想象 TPVS新闻黄松浦 陈宏毅 尼嘉辉 罗一星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报道 不只是美国 AI在南韩的业界也成为热门产业 像是AI创作艺术还有作曲等等 而AI机器人有多厉害呢 韩联社记者亲自体验和机器人对话 请他及时创作一首诗 南韩微软 Never Google Korea等八大科技业 相关人士齐聚一堂 与首尔市教育厅签订开发 人工智慧基础学习平台协议 未来透过这套新系统 可以收集学生的学习活动 成绩数据 帮助补偿学习方法 进行升学咨询 南韩业界关心AI运用 特别是近期美国人工智慧研究实验室 OpenAI推出一款聊天机器人 ChatGPT能翻译算数学写程式 用中英文回答各种问题 被受全球关注 韩联系记者和AI聊天机器人对话 即便是超出单纯日常对话的范围 也没有出现延迟 当要求符合特定条件的代码时 AI回答他会试着制作代码 눈이 내리는 날을 배경으로 시를 요청하자 나름의 문장을 갖춘 시 한 편을 써내려갑니다 형식에선 아쉬움이 있었지만 기존에 없는 창작물을 만들어낸 겁니다 AI가 생각하는 인간의 약점에 대해서도 질문을 던졌습니다 記者挑战 AI聊天机器人的极限 他立刻回答 人类有各自弱点 可以细分为精神 身体 情绪和智力等等 也回答出 人类有忧郁症 压力和精神障碍的疾病 比人类更了解人类 사고 실험 중 하나인 트롤리 딜레마 질문으로 달리는 기차 앞 선로 변경으로 노인 3명과 어린이 1명의 생명 중 선택을 요구하자 AI는 선택을 할 수 없고 인간 생명과 자산을 위협할 수 있어 인간이 책임과 의무를 숙지하고 의사 결정을 해야 한다고 합니다 AI聊天机器人的回答謹慎 乍看像是真的经过思考 给出的答案 Check GPT才刚 공开 5天内就吸引 100万人使用 AI不但会聊天 也会艺术創作 국어 1名遊戲設計师 利用 AI 생成这幅画作 赢得美术大赛 第一名 AI의 상상력은 끝이 없는 듯합니다 진주 귀구리의 한 소녀 주변 검정 배경은 더 이상 빈 공간이 아니게 됩니다 이런 AI 사용에 특별한 기술이 필요한 건 아닙니다 AI가 방송 기자를 그리면 저랑 얼마나 닮았는지 직접 해보겠습니다 직접 대단할 수료 文字指令 请 AI画出一位 从事新聞记者工作的 한국男人 按下输入键后不到 30秒 瞬间完成了 四幅不同场景画作 AI不但会画화 音乐創作也难不倒 원하는 장로와 길이 정도만 입력하면 10초도 안 돼 음악 한 곡이 완성됩니다 그동안 30만 곡을 넘게 만들어냈고 유명 트로트 가수 노래에 저작권자로도 이름을 올렸는데 현재 저작권이라는 것은 자연인 결국 사람에게만 부여되는 권리입니다 그래서 저희 AI가 곡을 썼을 때는 당연히 저작권을 받을 수 없는 상황 根据南韓著作全法 必须要是表现 人类思想或感情的 創作物 才能得到著作全 AI創作没有获得认可 另一方面 AI未经允许 学习其他画家的作品 制作出 類似画作 也陷入 剽窃爭議 사실 창작물이라는 게 단순히 보여지는 것만 또는 들려지는 것만이 아니고 그 안에 사상이나 철학 같은 게 담겨야 되는데 이건 AI가 할 수 없는 영역이거든요 어떻게 보면 영혼을 불어넣는 작업은 사람이 하게 될 거라고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AI能做的事情 越来越多 人类一方面惊叹 却也担心 有一天 会被 AI取代 该考虑到 倫理问题 来发展 AI技術 也得正式 解决 AI 可能衍生的问题 慢入人类 与 AI 共存的时代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接着来看 这个飞机豪宅 美国一名工程师 把废弃的大波音客机 搬到森林里面 改装成住宅 还改造成大型玩具间 接待来自各国的旅客参观 希望可以把 这类特殊住宅 推广出去 让飞机有更多元的用途 超大的客机 隐藏在森林里 看起来像是电影 李石狗的画面 却真实出现在 美国波特兰的近郊 为了完成 童年时代的梦想 坎贝尔砸下 十万美元 请专业的打捞公司 寻找废弃的客机 因此拥有 这家希腊船王 欧纳西斯 跟贾桂林 搭乘过的客机 但要把庞然大物 送到波特兰 光是运送费用 就高达12万美元 再经过两年的整修 才成为坎贝尔心中 最理想的豪宅 拆掉机舱里的座椅 就有不少空间 可以使用 包括厨房 厕所 等设备已硬至全 甚至在机舱里 打造了一个浴室 这就是我的最初的浴室 而且它只剩下的 因为在前一天 我需要一个室内浴室 但我有更高兴趣 但是外浴室 非常坦白 我必须建设 至少有个地方 我可以用一个室内浴室 这是客室浴室 飞机上的各种设备 对大半辈子就在研究机械 还有电路的坎贝尔来说 特别新鲜有趣 几乎就像是住进一间 大型的玩具屋当中 一个坎贝尔是一个 不同的风格 它是一个很强 很长活的 封锅压锅 的制作和 的制作和 构料 真的在我超过 一般的家的 当你这样的生活 你会感觉到 一种更高兴趣 你会感觉到 你会感觉到 自己的生活 平常没事 坎贝尔将会研究 这架飞机上的 所有机械展开维修 试图还原飞机当时的样貌还有功能 坎贝尔还会招待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参观这个独一无二的飞机豪宅 第一次在这里 啊 OK 怎么能不能说哈喽在英语上 我忘了 Ciao Ciao Jetliner homes are really cool and in my experience with my guests I do believe that humanity will embrace this vision wholeheartedly in enough proportion that we can utilize every jetliner which requires some service 不过要享受这种独一无二的乐趣 除了要花钱买飞机买地 其他的固定支出也不少 包括物产税在内一个月要支付 370美元 大概一万多台币的花费 坎贝尔还说 这还只是他的第一间飞机豪宅 由于家人长期住在日本 因此他已经展开行动 准备在日本也打造另一间飞机住宅 想让更多人也能感受 在飞机里生活的独特魅力 TVB新闻综合报答